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手碗碟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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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鞭字和鞭岸的鞭字同音 鞭言曲折 不过现在很多人都读鞭言 亦是习非成士 所以这个鞭字是有两个读法的 鞭和碗 如果我们查这个字典 这个字的正确读音 应该读过碗字 碗食 其实这个碗和碗 这两个音 就是碗是 如果听音写出来这样 碗是这样 其实有时是会互换的 所以这个和这个声堂 都有两个读法 我们又看看这几个字 大家都是用 如果只是这个圆 圆结圆结圆结圆 很清楚 但是呢 如果加三点水 就读碗 即是碗洗碗 香港好像有一条碗沙街 就是这个碗 这个字 还有白字旁 是安徽省的简称 也是读碗 还有这个 你说 我是东莞人 读碗字 但是呢 就是东莞才读碗 这个字 这个字呢 作为一般的用法 是读碗字 最常见的就是 碗耳一笑 即是微微一笑 就是碗耳一笑 这个碗字 所以这三个读碗 但是呢 这个大家知道 这个是戏丸的丸 劇丸的丸 这个丸是 有机化学里面的一个名词 所以 这个边呢 都可以读碗 又读碗 这两个读法呢 其实就是 互通的 可以这么说 我们讲一下 这个字 是怎么读呢 有些人读 支碗 有些人读 支圆 本来月音呢 这个字就应该读 缓 缓座 或者 缓座 现在都有人读的 如果换了一个 跳诗边呢 就是缓慢 或者缓慢 没有什么人读 缓慢 换了女字编是什么 如果是一些 名门的 龟兽 就是 名女人 叫什么呢 很多时候我听到 人们读 名门 女字编 这个字呢 正音 应该是缓 或者愿 好少听到 有人读名怨 或者名怨 都是读名门的多 也都可能是因为 习非成事 所以 所有的例子 都说明 这两个音 很多时候 是 可以 互通的 所以 碗式 你可以说 这个正确读法 不过 如果看到人读 软式 也都 无需要笑 它读错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